太医 怎么样 情况严重吗 禀娘娘 高阳王殿下 这是胸腹重箭 伤势颇为严重啊 若是当时及时医治 还可以康复 可这如今 耽搁了这么长时间 下官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我只能尽力一尸了 太医 求你一定要救救俊儿 现在也只有靠你了 娘娘放心 下官一定竭尽全力 剩下的 就得看高阳王殿下的意志了 下官先去抓药 俊儿 你父王已经抛下我了 你可不能再抛下母妃呀 解决 起闭娘娘 李家大小姐求见 成乐 快让她进来吧 해서 11 副 9 8 解决 转 伤得很严重 殿下 你这是怎么了 殿下 之前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受了这么重的伤 殿下 殿下 嫦娥 你这是做什么呀 嫦娥有一个不情之情 希望娘能够答应 我希望娘娘 让我留在这里 照顾高阳王殿下 如果不能看着 高阳王殿下好起来 那嫦娥在哪里 都会寝室不安的 可你是个未出阁的姑娘 你这样做的话 不怕别人说闲话吗 嫦娥过不得那么多了 嫦娥只想看到殿下好起来 来 快起来 好 我答应你 娘娘 宫中派人过来 说圣上担心高阳王殿下 要前来探望 如今鸾架已出 很快就要到了 快去接驾 你等我一块去 皇上驾到 拜见陛下 平时 谢陛下 要回去了 担心高阳王殿下 皇上就itter了 不懂 四孙娘 三孙 高阳王吧 你休想 放他过来 是 叩见陛下 李维央 听说是你设计 把宋军的粮草给烧了 此为大功 正要好好地赏你 只是这里不是朝堂 你先回去听朕的召唤吧 陛下 臣女不需要江山 臣女就只想见高阳王 求陛下成全 陛下不可答应他 俊儿变成这个样子 都是他害的 俊儿之所以受伤 是因为宋军的偷袭 若不是李维央护送的话 恐怕俊儿危疑 这 李维央 随朕进来 谢陛下 拜见陛下 君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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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皇爷爷来看你了 你快醒醒啊 君儿 你怎么伤成这样 让皇叔心里好难受 俊儿 你干什么 娘 我不许你接近俊儿 可是 你要我在俊儿床塌前 跟你发生争执吗 俊儿的手怎么这么冰啊 来来来 太医 来 快 快搓揉 殿下的四肢疏通血脉 否则危及殿下的性命 快 听说太医的奔赴 快点 快 要轻一点 不不不 要这样 轻一点 这 殿上的脸色更白了 让我试试 不行 你还俊儿害得还不够吗 严念请你相信我 我真的知道该怎么做 殿下现在很危险 你们快退下吧 我都打算 别跑了 我真的打算 我PP 让你再打算 你们就把你老公 过来 你还没有 不能放弃 娘娘 您看殿下的脸色好起来了 高阳王殿下的症状已经缓解了 安平公主 看你刚才的手法非常熟练 在此之前 你是否也这样替殿下做过 在回来的途中 殿下也发生过几次这样的状况 我误打误撞 才发现这个方法有效果 陛下 安平公主熟悉高阳王殿下的病情 如果有安平公主帮忙照顾 那对殿下的康复是大有好处的 李维阳 你是否愿意 真你愿意 把药给我 不用了 该留下来照顾的人是我 要不是你在圣上面前耍了小伎俩 怎么会被留下来 难道你想惹娘娘生气 还不把药给我 我不想跟你争什么 还希望你可以好好地侍奉好殿下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拜见娘娘 长乐 你一个人在这儿 魏央呢 他说他有点累了 回去休息一下 这个人 之前不让他照顾 拼命地想挤进来 现在呢 又找来诸多借口 躲避偷懒的 这君儿 怎么会喜欢这样一个人 娘娘 刘太医 快看看高阳王殿下好些没有 是 娘娘 情况不好 殿下浑身发冷 咱们你们没发现吗 这 刚刚还好好的 娘娘娘 请赶快去请安平公主 公主很有经验 下官需要公主的支持 快叫李维阳过来 是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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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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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醒来 醒来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 你赶快去看看俊儿吧 她又不好了 公主身体虚弱 不适合照顾殿下呀 我没事 我可以的 我头发去 公主 您没事吧 没事 我可以 我还是能 Standard peaceful 暗聪 娘娘 俊儿怎么样了 还是老样子 那李维央呢 还在照顾殿下 让她去休息 她又不肯 娘娘 我看安平公主 是真的很尽心 在照顾殿下 谁知道她 安的是什么心呢 几次蛊惑 俊儿和我作对 现在想装装样子 就让我信她 不看了明月 重圆的痛情 是知心我欢迎 一场柳雪 不甘心宿命 忘一对 你为彼此苏醒 你 像白秀 而生 交换星星相 一颗红尘 滚滚 而去 我愿意 陪你去 黄年流离 我愿意 杜巴俊 不会一直陪着你 快点好久 温阳 温阳 我在这儿 我就在这儿 没事的 许 котор 娘娘 李家三小姐来看望殿下了 见过太子妃娘娘 好 你有心了 娘娘为殿下的伤势烦忧 还请李小姐不要介意 我知道的 恭喜娘娘 高阳王殿下的病情已经好转 不过接下来的两天会更重要 接下来两天 未要会寸步不离殿下身边 娘娘我也想照顾殿下 殿下需要静养 身边不宜有太多的人 尝了 你有心了 不过现在俊儿的身体最重要 我看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是 殿下需要亲近 我就不久留了 看姐姐脸色不好 照顾殿下的同时 也要固执点自己的身子 谢谢你过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是小姐 可是小姐 这二小姐要是没醒来 殿下可就危险了 这件事不够的事情 是啊 走 是 这下李长乐可彻底没有机会了 可笑他还什么都不知道 以为太子妃会继续支持他 小姐 你怎么了 真希望这种被夺去所爱之人的痛苦 我永远都尝不得 我永远都尝不得 别详 这次佐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